嗨,大家好,我是楊碧河 那這次我在宋千年曆裡面飾演的角色是 陳氏 首先,其實這齣戲啊 我到現在已經是跟第三個老師學 那這次請到清禾老師來是想說 誒,有更多不同的體悟 因為等於是說我現在跟三種不同風格的老師 去學這齣戲 那每一次的體悟加上年齡的成長 會對戲的理解度會更深入 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 跟碧河兩個人互相研究 就研究這個節奏上面 我比較注重他節奏上面 因為他已經,這齣戲他已經演過了 他跟陳花斌老師還有丁一寶丁老師學過 那這次來我只是加強他的節奏上面 他表演都沒有懂他的 他的一二三四還是一二三四 我只是以我自己的經驗 我來告訴他我們怎麼去處理他 會比較好 女兒出格 打扮得 花花 朵朵 作詞 送青年底他的故事的話 其實是一個 有點荒謬的故事 鄉下的一個 沒有見過市面的一個太太 然後他要嫁女兒 可是他女兒嫁的對象 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 那就是城裡面的人 那他以前要陪嫁 他要送青 要把她的女兒送過去 那親家母要招待她一場很豐盛的宴會 那她故事的點就是在說 我雖然是有錢人家的太太 但是我們都住鄉下 然後我不懂城市裡面的規矩 那我陪我女兒去城市 就是送親嘛 結果我不懂她們的規矩 反而就是在親家母那邊鬧了很多的笑話 所以這齣戲的趣味在於一個就是 她跟冰相 她有另外一個角色也是醜行 冰相跟她兩個人的一個像 有點像相聲一樣 有點像雙簧 冰相說什麼她要做什麼 可是通常呢她裡面的趣味就是 冰相說假她要做成乙 或者是冰相說是乙她要做成餅 她要做成餅的動作 所以她趣味是在這裡 送親眼裡這齣戲的話 它其實是一齣算是 蠻經典的玩笑戲 那為什麼叫玩笑戲呢 因為她在台上會透過我們演員 一些比較誇張生動的表演 然後去製造一些笑點 然後讓觀眾笑這樣子 她就是一個讓大家很放鬆的一個時光 因為通常玩笑戲呢 她很精烈 像譬如20分鐘或者是30分鐘 她呢最主要是生活 她就是在表演生活 其實這也是最難的就是這一點 她要很自然的流露 可是精心的設計過了 然後很自然的跟觀眾 好像觀眾在看她的鄰居一樣 或者觀眾在看她 對面的人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說難吧 她真難 因為她要演得很自然 那說簡單也蠻簡單的 因為這些都是基本的 我們演員基本功像喜怒哀樂 就很簡單 可是如果要再提高層次的話 那就稍微難一點 那我覺得這次能請到清禾老師來 也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希望大家不要吝嗇 如果有覺得有趣的地方 就大聲的笑出來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的笑聲跟掌聲 對我來講都是非常棒的鼓勵